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要介绍的格局啊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让我的内心就是充满惊疼 我想说这怎么会跟我学的东西 好像有一点冲突跟不一样 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好那我们请佳玉老师来帮我们做介绍 好那这个格局的名称是 天良玉玛女命见而浅淫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受到的人生 对于紫薇斗术有很大的冲击 想说天良耶 杀小怎么可能会这样啊 对啊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天良这一颗心药呢 在紫薇斗术中是化气为印 是一颗薄学辟印乐于助人的心药 那为什么命主为女性的时候 会见而赢呢 嗯怀疑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注节 如隐身四害四公 安命遇天马作手 而三方遇天良合照是也 那隐身四害呢 这四个公位呢 在这个命盘上面是四马地的公位 那顾名思义呢 在这四个位置上面会比较容易 会有分波波动的状况 在本命盘的这个命宫做四马地 代表说呢 你自己愿意去接受变动的样子 这样的状态 而天马这颗心呢 也会固定是在这个隐身四害 这四个公位里面的其中一个公位 那想象呢 一匹马呢 在这四马地的公位上面呢 是不是更为活泼 那容易变动 好那女命呢 如果坐在这四马地的公位里面 又有天马心的话 那古人就会认为说啊 这样的女生啊 会喜欢往外爬爬罩啊 不安于事 而三方欲天良合照事宜 若是呢 如果是这个三方呢 遇到天良心 例如呢 天良做迁移工 那出门在外呢 喜欢帮助别人 照顾别人 那传统的社会中啊 女人就要乖乖地待在家中 相夫教子 怎么可以在外面抛头露面 又主动地帮助人呢 好 那如果天良呢 坐在财博宫上面 在花钱的态度上面 是愿意花钱去照顾人的 那一个女生呢 付出金钱照顾人 感觉上呢 就好像这个女生呢 在盗贴男人 那当然也会让古人呢 认为说啊 这样的女生啊 连钱都愿意 这样子无怨无悔的付出 那必定不会好好的照顾家庭 那天良心呢 做官路工的时候呢 官路工呢 不只是代表工作 而是体现一个人的价值 所在的方式 那一个人呢 在人生的中心价值当中呢 展现出来的方式呢 是照顾人 那在古人的社会当中 当然也认为 这样的女生是不行的 女人呢 应该要把相夫教子呢 当成呢 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不适用于在照顾别人 这件事情上面 那如果呢 命宫里面又做了天马星 这颗星又在四马地的宫位当中的话呢 那甲年呢 尹卫会有一颗露存心 丙年跟雾年也会有一颗露存心 那更年呢 身卫也会有一颗露存心 那人年呢 骇卫也会有一颗露存心 天马星呢 跟露存心同工呢 会形成 露马交持阁 那在外面奔波呢 能够得到好的机会 以及人脉跟好处 那综合以上的特质的话呢 这个女生呢 又愿意接受变动 也有机会因此而得到好处 那在传统的古人社会当中啊 他们的观念当中就认为说 男主外女主内 那又或者是男尊女卑 那单单就是不允许女生在外面奔走 那不管说呢 他是不是会得到好处 那甚至于呢 会觉得说啊 这样的女生啊 他在外面这样奔波 是要跟男人争夺什么吗 因此呢 才会形容这样的女性呢 下见而应当 但是呢 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啊 这样的女性 其实是很吃香的哦 那处处受到欢迎呢 自身呢 也有不错的能力在工作上 那可以说是现代的新兴女性 我这样听下来啊 我觉得当初在整合 这些格局的那些古人呢 一定就是大触筒 才会对于就是一个 这么愿意照顾别人无私 甚至是具备爱心的女性 然后充满这样的歧视跟误解 可是放在现代呢 因为已经没有 像以前对于女性 有这么多的限制跟规范了 然后女性也可以在外面 就是充斥自己的事业 然后不是只有男性可以为事业 跟家庭付出 女性一样也是可以为事业 然后同时为家庭付出的哦 是的 嗯 好 那今天的格局呢 就介绍到这边 喜欢的朋友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